10级的小号 我没登录错吧 卧槽 卧靠 啥玩意啊 这扔到小号的 不是他鉴定的啊 这武器伤害也太高了 极限法商啊 这把无级别武器540除以3加546啊 物理系的话是726加成一个125 851 物理系 等一下 这把武器再算一下 这把武器保持断数是100肯定打16段以上了 540除以3加546啊 700加133的33 物理系是859 点33啊 魔族其实没有物理系 我们就大概算一下28乘以0点77 再加上859 莉莉甫太勉强了 现在 880啊 这把武器物理系呢是880点89 法商呢是28再加上一个25啊 28加25是一个 28乘以一个0点 0.4啊 11.2 25再乘以一个0.7是17.5 546再除以一个4啊 是136加17.5啊 加11.2 这把武器是165 这个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啊 一线 法系 无级别神器了 这是这是法系无级别神器了 这把武器 而且还能再熔练 熔练的话我算一下 熔练的话最极限的话 27 27 魔力能熔练2点 魔力熔练2点能再加上一个1.4啊 这把武器法系的法商呢是166.66啊 魔王女拔 超神器 啊 这把武器确实掉 就看好不好就行了 就别问价格了 价格这东西说不好 玩69 829 109啊 都无敌 甚至把129级他也好 129级的极限伤害也是546 极限呢也是力摸双加 但是129级的武器 他打不了无限宝石啊 这把武器起码要多三段 129级最好的武器也比他少了24点伤害 除以4差了6点法杖啊